第1089章 快逃 某一处偏殿之外 叶西文几人正在埋伏在外面 在偏殿内部 数十头机关兽正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些机关兽和那些血妖和血兽毕竟不一样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活物 除非是惊动了他们 否则的话 他们可能会趴在地上 一万年都不动一下 他们全靠着在身体内的血和维持身体的能量 只要血和的能量还在 那么他们可能就随时都可能暴起发难 在偏殿的更深处 是十几柄兵器陈列在其中 虽然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但是他们还是散发出一阵阵 属于地阶法器的威压 这一排十几柄兵器 居然都是地阶的法器 可想而知 到底是多么重宝了 要知道 就连很多落魄的法相镜的高手 都没有地阶的法器 他们也都是重金 求购而不可得 一般来说 即便是有地阶法器 也会选择留着自己用 很少会选择将地阶法器给卖出去 在这血界之中的天才 自然和一般人不一样 多数都是有自己的地阶法器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仅仅是十几柄法器 就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我们一旦动手 就要竭尽全力 一举打掉这些机关兽 然后将那些法器带走离开 叶熙文眯着眼睛说道 这里附近有好几拨的舞者 如果我们动手的时间晚了 就可能引来他们的觊觎 其余几人跟在叶熙文的身后 也都很认同叶熙文的这个看法 现在几人都已经习惯了 以叶熙文为首 虽然叶熙文不怎么经常开口 但是实际上一旦有意见 也容易被众人所重视 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拼杀 众人也终于摸清楚了一些规律 因为整个宫殿并不大 但是却有大量的高手在游荡 所以如果不能快速解决掉 这些机关兽的话 多半会引起来大量高手的觊觎 一般的天才地宝 或许未必能够引起他们的争夺 但是这十几柄地阶法器 绝对能够让他们都疯狂了 所以叶熙文等人必须要快速 将这些机关兽给解决掉 不过好在这些机关兽都是死的 只要他们不走近这些机关兽一定的距离 这些机关兽是不会苏醒的 所以才可以在这里 比较从容的布置作战计划 叶熙文又各自布置了人物 负责那些机关兽之后 动手 叶熙文一声大喝 身形犹如游龙一般 率先踏着顿光冲了出去 紧接着剑无双几人也都跟着冲了出去 连叶千千都在苏思思的保护之下冲了出去 已经顺利跨入了圣境的叶千千 虽然依旧弱小 但是起码也不再是之前那般毫无自保之力了 叶熙文几人冲了进去 几乎在瞬间就触动了那些机关兽 让他们在瞬间就都纷纷复活了起来 那些古老的机关都开始运转了起来 嘎吱嘎吱的声音不绝于耳 刷 叶熙文一剑五出数十米长的剑芒 直接将一头刚要爬起来的机关兽给斩成了碎片 这些机关兽可能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被生生斩成了碎片 而这个时候 其他几人也都纷纷出手 很多机关兽才刚刚复苏 就被斩爆成了碎片 甚至都来不及出手 就算有一两头完成了复苏 也不是众人围剿的对手 不一会儿 就将他们彻底斩杀了 这一次非常的顺利 众人配合之下 几乎没怎么惊动外界 就将这些机关兽给收拾了 这里有十三柄递接法器 我们一人分的两柄 剩下的多出一柄给叶熙文 你们有意见吗 高宣数了一下说道 我没意见 没意见 可以 众人也都纷纷点头 对于这样的分配 没有丝毫的意见 叶千千也被他们算成了一个人 叶熙文本身也没将她当成是什么女奴 叶熙文态度如此 众人自然也不会这么看待她 凡是有出过力的 都能分一份 而叶熙文又是处理最多的 往往有多余出来的也都归了叶熙文 这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处理了 众人都是轻车熟路 几乎已经是默认的规则 没有多说的价值 众人纷纷将自己所想要的法器给卷走 叶熙文也没矫情 直接卷走了三件法器 其中两柄是剑 还有一件是长枪 其中两把剑的品质最低 只有地阶初级的级别 而长枪的品质稍微高一些 地阶中级 不过可惜叶熙文并不是用枪的 虽然对于她来说 用什么武道都不是最要紧的 不过平日也习惯多用刀或者剑 对于枪法的研究偏少 多也只是一些基础罢了 要想将枪法用到剑法和刀法的程度 那又要不知道花费多少灵精了 对她来说 有些得不偿失 所以在得到长枪的第一时间 她就已经想好了 要将这柄长枪甩卖掉了 虽然她不需要 但是实际上低阶中期的法器 在外界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节节 这么多低阶法器 看来真是天助我也 突然一声阴冷的声音 从众人的身后传来 众人顿时为之一惊 纷纷转头看去 却见一个面容有几分阴质的年轻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众人的身后 目光阴冷贪婪的看着众人刚刚收起的法器 咻 却听见一声激烈的破空声传来 却是思寇言动手了 抬手一见 直接要将那个年轻人的脑袋给射爆了 根本不和她多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想来抢我们的东西 几人也都是叙事待发 要让这个阴质的年轻人好看 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个阴质的年轻人冷笑一声 我王蛇要的东西 还没有人能拒绝呢 本来还想留你们的全尸 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需要了 说着 那个阴质的年轻人 王蛇冷笑一声 抬手一只手抓出 当空将那一只 击射而来的长剑声声捏爆 紧接着又是一挥袖 直接轰中了思寇言 呼 思寇言当场一声惨叫 身体直接倒飞了出去 狠狠撞到了偏垫上的一根柱子上 直接在拿一根坚固的柱子上 撞出了一个人形的印记 可想而知 这一撞的力量到底有多么的大了 已经是半步伐向静后期巅峰 随时可能跨入法相境的思寇言 在眼前王蛇的面前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这顿时看得众人一阵倒吸冷气 众人纷纷看向了叶西文 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恐怕就连叶西文也做不到吧 王蛇 你是王蛇 这个时候 高轩突然说到 众人这才想了起来 顿时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 他们纷纷都想起了 这个王蛇是何方神圣 这段时间 王蛇可谓是非常有名 但是他成名的原因 却不是那么的光彩 因为这段时间 他之所以能够成名 就在于他专抢别人 根本不去寻找宫殿之中的财富 完全就靠掠夺殿中的其他舞者 抢夺他们身上的财富 如果这只是一般的高手 也就算了 偏偏王蛇居然还是一个法相境的高手 可想而知 对于众人来说 这王蛇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威胁了 当一个法相境的高手 专门出手 截掠这些舞者的时候 成功率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而且这王蛇下手很辣 绝对不会留活口 所以遇到了他 能够逃生的很少 唯有少数的幸运儿 才能在他的手下逃生 所以这王蛇可谓是臭名昭著了 众人没有想到 自己等人 居然将这个臭名昭著的毒蛇给引来了 这次恐怕还真是凶多吉少了 姐姐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自裁 不然就被我生生打死 你们选一个吧 王蛇覆手而立 似乎已经吃定了众人 根本魂不在意 不过也是 法相静的高手 如果面对法相静以下的舞者 都还要小心翼翼的 只能说明这个法相静太无能了 在面对法相静以下的高手的时候 法相静的高手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那不是半步法相静所能媲美的 当然 有一些妖孽天才能够越击挑战 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妖孽天才 什么人能越接到他的头上 他有这个自信 他这个时候根本也不管众人的反应 似乎在盘算着 这次又能抢到多少的财富 这才是最为要紧的事情 眼前的这些人不过是将死之人罢了 叶熙文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们带着思寇沿走 我点后 这怎么可以 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不管 描思思当即第一个不同意说道 这段时间 他们是真正接纳叶熙文两人进入了 当作真正的伙伴来看 而不仅仅是临时的合作者 你们留下来有用吗 你们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到时候他还不是照样追上来 除了白白送死之外 根本没有别的用处 叶熙文冷静的说道 如果说在这里还有人 能够拖住王蛇的话 那么必然是自己无疑了 法相境的高手 不是靠数量堆积 就能够对付得了的 之前黄维山的时候 众人联手 或许还能抗衡 甚至是将他重创 但是现在面对王蛇的时候 即便人再多也没胜算 很年轻人了 那么最后 krie用最后 就是相关的 巧合 吃饮料